陈信云因为未证罪遭到限制出境无法出国 连今年初好不容易申请到的美签也被注销 被议员留学梦陈信云来到AIT来申请学生签证 不过申请的过程中一波三折 文件曾经遭到退回 气得陈信云破口大骂狂飙AIT官员 会这么生气就是因为1月间 陈信云被托美国纽约大学的陆学文件 个人资产以及两个小孩的资料向AIT申请签证 但AIT认为陈信云动机不单纯 不仅只是在美国求学因此驳回申请 后来陈信云再度补足小孩的资料 连在台湾有几栋房子的资料都交给美方 还是没有办法消除美方对他致美不归的疑虑 两度申请都踢到铁板 陈信云收起和善的态度狂飙AIT官员 陈信云说为什么还是不可以 缺什么文件我补就是了 为什么不给我 为什么要刁难我 陈信云态度激动也惊动AIT高层 最后才通融 让陈信云补足形式上的程序 四天后终于合发美签 只是6月3号陈信云因为涉及未证罪 遭到禁管 6月22号更被检方限制出境 美方还是注销她的签证 让陈信云终究男员留学梦 都没被检查过